車子被拖掉 女駕駛下跪求情 高雄日前名夫人到水果灘要買西瓜 灘土方便將車子並排為停 看到只把人員來拖掉 就衝上前用肉身擋車 還當街下跪聲淚俱下 請求不要把車拖走 但由於車子已經貼上封條固定上架 再加上拖吊車已經開離車道 最後夫人還是要親自到拖吊廠 領回車子 紅色上衣婦人衝到馬路上 因為她看見她的愛車即將被拖掉 原來當時婦人為了到旁邊水果灘買西瓜 貪圖一時方便車子並排亂停 執法人員把車調走 她下跪求情 跑到車子前 用肉身擋住拖吊車 富人哭天強地就是不肯站起來 力挽狂瀾 但車子最後還是被拖走 準備開了啦 然後她就跪在前面 然後後面就叫警察來 事發在高雄這間水果灘 每到假日人潮車潮眾多 經常執行拖吊 原警說當時車子貼了封條 加上前後輪已經固定上架 沒辦法讓富人取回車子 該民眾到場時應拖吊作業已完畢 請該民眾前往拖吊場領車 駕完溜冰鞋 就是我們會實施拖吊作業 只要一死離現場 我們就不予放車了 富人最後被遠景驅離 並排微停加上拖吊費 算一算總共要花三千四百元 貪圖方便賠上大筆錢 恐怕富人心想這顆西瓜真的好貴啊 記者成員王超群高雄採訪報導